聪明人只看一眼就能分开这对非同寻常的两个钉子 而那些脑筋不开窍的人 就算给他玩个三小时六小时的 也未必能够发现里面的窍门 相传这是由古代智者精心打造的一款一只烧脑解密玩具 然而在大多数人首次接触时 都会下意识地在两个钉子之间的缝隙处用力拉扯 但即使您力大如牛 也是没有办法把它们彻底解开 纵向打量这两个钉子 你就会发现缝隙的宽度设计得很有意思 钉子之间的间隙总是比钉子的直径略小一点 这就导致用蛮力是根本解不开的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 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 思维能力好的孩子 他会巧妙地运用空间错为法 让两颗钉子相互交叉而取出 然后逆事上 直接将两个钉子往后抽取 很自信地认为就要成功了 但是不曾想被钉子中间的折弯处所干扰 导致两只钉子无法直接解开 但接下来你会发现 无论是平行抽拉或者转动钉子抽拉 都被钉子中间这独特的折弯设计所阻挡 万万没想到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两个钉子组合后 竟似乎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封闭的闭环 大多数孩子在这里就放弃了 再也想不出其他对策了 但往往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独特的眼光 以及谁比谁想到的更远 谁比谁更能坚持去探索 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的心眼 经常玩这种意志玩具的孩子 他会善于观察 他会举一反三 另辟蹊径 聪明的孩子 他会将两只钉子同时往后翻转160度 当钉子的圆环呈现一个爱心的状态时 此时很重要的一步 再把两个钉子向上翻转180度 然后再次抽拉 这样两把钉子就成功分开了 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智商 而是在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不同 经研究发现 那些经常玩一只玩具的孩子要比同龄孩子更善于观察和解决难题 比如这个智力结构24件套 它是古人大智慧的宝库 孩子在拆解和思考探索的过程中 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空间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逆向思维能力 以及对专注力的培养 选对玩具 孩子受益终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